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提起蜂蜜可以说很多人都喜欢 它的好处简直太多了 不仅美容美颜 还能够防止便秘 蜂蜜还具有药用价值可以治疗咳嗽 同时也是一种很棒的调味品 我们经常在各种果汁饮料中都会加入适量的蜂蜜 甚至有时候把蜂蜜当成果浆 直接涂抹在面包上使用 而且比起那些昂贵的燕窝 鱼翅之类的 蜂蜜的价格还很亲民 因此蜂蜜在市场的销售一直都很好 可是近些年来一些黑心商家看到蜂蜜市长很好 而天然的蜂蜜又供不应求 它们就泯灭人性 居然开始掺甲 更有甚者完全制作假蜂蜜来欺骗广大消费者 它们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但是都是百分百的黑心钱 它们其中的一些商家 在劣质的蜂蜜里兑水 然后再添加各种色素 增酬剂 各种香精和各种防腐剂等 要知道很多的添加剂里面都含有重金属 摄入过多的重金属会对人体的干渗造成伤害 而还有一些假蜂蜜就完全是勾兑的 里面根本就没有一滴真蜂蜜 它们是使用糖浆 淀粉 色素 甜蜜素等一系列廉价 又没有营养的东西调配假蜂蜜 这种蜂蜜长时间吃的话会引起发胖 那如何辨别真假蜂蜜呢 真蜂蜜通常都有一些杂质 颜色暗黄 而那种十分透亮像油一样的蜂� 就有可能是假的 然后如果我们摇晃真蜂蜜会起一层细腻泡沫 而假蜂蜜则很少或没有 还有就是如果真蜂蜜泡起来是完全溶解的 而假蜂蜜却不一定能够完全溶解 最后小编还是要提醒大家 天然蜂蜜的产量并不高 千万不要贪便宜 去买那些便宜的假蜂蜜 最近是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是达达